台灣沒有辦法接受一國兩制 這件事情是沒有改變的 時空環境不一樣是指 40年前告台灣同胞書的時候 中國大陸因為跟美國建交 而且他們那個時候 做了一個重大的改變 就是血洗台灣 武力解放台灣 改成和平統一台灣 在那個時候 因為和平統一提出來 怎麼和平統一 他們搭配的叫做一國兩制 當時跟對岸在一個非常不互信 然後我們被美國給甩掉了 被美國就是給賣掉了 那樣的一個國內的氛圍 要裝盡自強 處變不驚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蔣經國總統 講了這句話 當時兩岸是高度敵對 高度沒有任何往來 而且沒有辦法 有任何互信基礎的狀況 跟今天也是毫不相同的 第一個我要先講王定宇 他是前科累累的累犯 就是說製造假新聞 譬如說 其實謝長廷的 日本關係機場的事件 其中一個很大的操作 操弄假新聞的人 其實就是王定宇 他之前更是在立法院 有太多鬧笑話的經驗 像這樣子的一種國會議員 用這麼低下的水準 連戰怎麼可能反對九二共識 任何在對台灣政治 有一點點理解的人 都不可能相信這是一個事實 他居然可以這麼不入流的方法 然後就說你看連你們連戰都說 不可以相信九二共識 這實在是太低估選民的智慧 所以我在這邊 我真的要公開的呼籲 台南市 就是你的故鄉 有水準 有智慧的 所有台南的市民們 可不可以幫我們國家的國會 過濾一下 不要再支持這種 這麼低下不入流的立法委員 不要再讓他進入國會 降低我們國會的水準 我每次要評論他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替自己感覺到臉上無光 讓你想想看 對岸看到我們這種水準的國會議員 對台灣又是什麼樣的評價 王定宇這樣子的招數 這樣子他們就自己就自嗨了嗎 就爽了嗎 就覺得說連戰現在是支持蔡英文了嗎 這不是太可笑 他不只是低估藍營的智慧 他也侮辱了他的支持者的智慧 再回過頭來講 2003年 連主席就講過一模一樣的話 連戰在這過程當中 去過多少次 中國大陸都告訴中國大陸一樣的話 也怎麼講 就是說提醒中國大陸 你一定要跟台灣的政府 未來你不管採取任何的 只要是政治性的協定 有法律約束力的 你一定要跟台灣的政府談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希望習近平 能夠把它拼進去 一國兩制 當然不等於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一個階段性的安排 是我剛剛講 兩岸隔離了那麼久 還打過仗 在蔣經國的那個時代 你根本很難想像 兩岸的領導人可以坐在一起 坐下來談話 但是我們經歷了馬熙會 這中間兩岸關係的緩和 我們開始三通 老兵可以去探親 大家可以去做生意 是怎麼來的 是九二共識來的 九二共識不是一個 兩岸中渠的安排 但是它一個重要階段性的安排 讓兩岸可以開始交流 可以坐下來談 可以彼此了解 可以彼此互動 可以營造和平和諧的氣氛 可以不讓老共在打壓 我們的外交空間 這就是九二共識最大的功勞 九二共識當然是階段性的 不管是藍綠 甚至於是紅 都知道九二共識 不會是最後的選擇 未來你覺得九二共識 需要怎麼樣改進 大家可以討論 你也可以跟對岸討論 民進黨為什麼要 從頭反對到底 而自己又拿不出主張 不過一國兩制 在台灣就是聽不進去 這中間根本的 我覺得老共的認知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我們叫做中華民國憲法 一個中國原則 是對岸的憲法 也是一中憲法 台灣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也是一中憲法 所以我們應該沒有一中的問題 只是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不承認 就是內心 他沒有真的 對中華民國憲法有感情 有忠誠度 這是問題之所在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 在台灣就是一個有效的憲法 它就是一個一中憲法 所以今天沒有一中的問題 只有國家統一的問題 國家何時統一 如何統一 馬英九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統一現在條件不成熟 這是事實 馬英九講得也很清楚 一國只有一制 兩制是因為香港 澳門是殖民地 時間到了 英國要還回去 還回去之後 香港澳門恐慌 難道我們所有 所有習慣的生活方式 通通都要改 變成中國大陸嗎 所以老共說不要緊張 我們實施一國兩制 但台灣從頭到尾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華民國 我們沒有被美國統治 我們沒有被日本統治 何來一國兩制 這個基本的邏輯就是錯的 如果中國大陸他還是北京 從當時聯主席 後來馬英九 這樣子跟他們講了那麼多次 你的腦子還是這麼的僵硬 不能夠接受中華民國 你就給了民進黨 給了陳水扁 給了蔡英文很好的機會 就說你看 你們國民黨就是一廂情願 你看人家老共 根本就沒有把中華民國當回事 只有你們在那邊捍衛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也不要捍衛了 老共根本不把你們中華民國的存在 當回事 看不見中華民國 這就是蔡英文從陳水扁開始 他們就一直玩這一招 一直操弄這一招 這次蔡英文就是怎麼講 就是見烈欣喜 就生怕老共不把一國兩制搬出來講 現在搬出來講還不好好的 對不對 趕快整對一下 趕快來振興一下 她的低迷的這些聲勢 但蔡英文那個能夠玩多久 還是要看老美的態度 看老共未來這一年選舉的表現 不過回過頭來 我也不覺得說今天國民黨因此就很難回應 我覺得馬英九第一個時間回應的就非常好 非常清楚 搞不懂的人就去把馬英九的談話 以前連戰的談話 好好的拿出來看一遍 看懂什麼叫做九二共識 看懂什麼叫做一中憲法 當時李登輝為什麼要國統綱領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一中憲法 但是國家是分裂的 那怎麼樣國統綱領 你回去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雖然後來陳水扁把它廢掉了 其實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國民黨也不會因此處境艱難 我跟你說身體用就不怕天氣冷 身體用就不怕天氣冷 我當時離開民進黨到國民黨 一個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才有辦法解決處理兩岸的問題 才能夠取得對岸基本的信任 兩岸才能夠和平解決 兩岸如果沒有辦法和平解決問題 台灣沒有前途 台灣沒有未來 所以國民黨不需要自亂政角 自亂政角只是不熟悉 早就應該清楚的論述而已 到底有沒有亂 國民黨現在到底有沒有自亂政角 應該不至於 蔡總統講到說 台灣人民反對一國兩制 已經變成2019年最重要的台灣共識 他終於把他的台灣共識 填補了內容 現在台灣共識有內容了 以前的台灣共識不知道在講什麼 現在叫做反對一國兩制 當然蔡總統這樣的談話之後 美國是跳出來呼應蔡英文總統 對她來講可能在信心上面 又加了很多的分 包括了前AIP主席普瑞澤也說 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市場等等 甚至白宮的發言人 國務院的發言人 還說希望大陸不要持續的施壓台灣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自亂政角 包括朱立倫現在 在臉書上面回應了幾篇蔡總統 結果被網友灌爆他的臉書 他說喊衝喊打 獲得一時支持也許爽一下 但人民想要問的是蔡總統 不要九二共識 那要什麼 那你要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是大家都很想問的 中生代的立委包括江啟成 則是說九二共識對很多民眾來講 還是相對難了解 一國兩制是相當清楚的 所以很容易被誤導 是不是用九二共識談兩岸 應該要更大方的討論 是說國民黨 應該要有一個新的論述的意思嗎 前立委孫大謙也提得比較明確 要重新建立一個叫做2.0版的 兩岸現狀 要再做重新的論述 也有意要參選總統的張善政 則是說不用隨之起舞 再講九二共識 依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本來就是一中 可以講九二共識 所以九二共識的內涵 到底要不要做一個新的論述 國民黨應該有想法 我們先問一下國民黨的想法 這個我要講 因為他剛才指著我的臉 誰 我嗎 對 你的論點其實比 你的論點其實比習大大還進步 不過這個不重要 因為你剛才指著我的臉 說我的故鄉 我的故鄉 就要有水平不用再選皇帝 我告訴你 他為什麼選情那麼穩定 因為他是陳塘山 獨派大佬的傳人 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外省子弟 所以他就可以逆造假新聞 但是他比誰都讀 好 他是有前科的 因為他跟我也有過節 過節我們聽過三遍 你講一遍 我聽聽看 他去檢舉你在電視上面的發言 損害了民進黨的權力跟 我跟你講他像黨中央檢舉 我在梯台有背叛民進黨的言論 後來長沒有 結果中平會為了這個案子 開了三次以上的庭 還把梯台的袋子調過去了 結果我每次都出庭 他每次都沒來 結果我當然沒罪 但是後來 因為我有意要參選上一次的市長 我在廖小軍的節目跟他碰面了 我們在節目裡頭我說 王委員 你怎麼這樣誤賴我 還告我說叛黨 他說沒事 沒事 我從來沒有做這種事 所以他的個性 他過去的前科 是把沒有的事情造假新聞 然後又把它當作真新聞在處理 真新聞處理完畢以後 他又否認又把它變成假新聞 這個非常遏止 非常非常的 不管 你不要呼籲民進黨 不要再評論他 呼籲沒有用 你不要再評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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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評論他